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堂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Hello 大家好 袁醫生 近來這兩個星期的新聞 都令到人家有些很不開心的事情發生 因為截二連三都發現到 有一些精神病和憂鬱症的病患者 就去自殺 用各種方式的 例如跳樓 或者最近跳下去的灰爐 其實這個問題在現代城市來 是不是很嚴重的呢 其實那個情緒抑鬱這個問題 是幾普遍的 我沒有香港的數字 我至少在美國 差不多10%的人 都會經歷過嚴重的抑鬱症 嚴重到他們會去吃 要接受治療的 通常抑鬱症裡面 其實有8個有1個會自殺的 所以那個問題是幾普及的 當然在抑鬱症裡面 女性比男性兩倍 抑鬱症可以說是一種長期的慢性病 根據世衛的組織 其實抑鬱症是這麼多種病裡面 是最黃貴的病 原因就不是因為病人本身的 醫療費用這麼簡單 主要是抑鬱症的人 失去了工作能力 生產能力 所以抑鬱症 這麼多種病裡面是最黃貴的 因為病者是沒有工作能力的 抑鬱症是有很多的因素 亦都有很多一長篇的症狀 當一個抑鬱症嚴重發生 就不是一般人以為那些不開心 有些不開心 是有些嚴重的症狀 是會令到病者的心理狀態 和身體的心理狀態 是跟他一般的有代代 很明顯地改變了 他平時是想做 是做不到的 可以這麼說 是一個嚴重的抑鬱症發作 是會很影響一個人的日常生活 所以不是只不過有些不開心 抑鬱症的人的症狀 包括什麼呢 包括一個人很累 還有什麼都沒有興趣 就是很沮喪 平時喜歡做的事情都沒有興趣做 睡覺又有困擾 有時候可能吃肉 要是過分增加或者是減低 當然性肉通常會跌得很厲害 抑鬱症會令到病者感到自己沒有什麼價值 沒有希望 很內疚 很敏症 甚至乎是很生氣的 我知道少少的不開心 都會影響 會破壞我們的免疫系統 所以嚴重一點的情況 慢性的抑鬱症 對我們的身體是很大的破壞 正如剛才所說 很多人會想起自殺 發覺有一個瘋症的人 結果是自殺 所以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真的很嚴重 通常適應或處理出現問題 抑鬱症的程度是持續性的 身體是沒有辦法處理得到的 這當然是一個需要正視的問題 另外一種的抑鬱症可能是臨床上的抑鬱症 不是因為生活環境導致抑鬱症 這亦包括唇的抑鬱症 亦有時有臭鬱症 有時會抑鬱症 有時會很開心、很躁躺 但是單純的抑鬱症 是兩者之間比較普遍的 當然這種所謂臨床上的抑鬱問題 都有很多的成因 包括持續的壓力 有些事情解決不了 壓力解決不了 其他可能有遺傳的因素 或者化學的或者荷爾蒙的不平衡 或者慢性的疾病 很多人因為慢性疾病導致抑鬱 飲食是不良的飲食習慣 食物的敏感 和營養不足 甚至乎陽光不足 我知道在北歐那些地方 在冬天的時候 很多人會有抑鬱症 因為陽光不足 其實陽光其實是一種維他命 那種不同的紅橙黃綠青藍籽 甚至陽光的不同的頻率 對身體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長期不接觸陽光 那些人會死亡的 所以一種最嚴重的懲罰 就將囚犯關於黑房 它不可以很久 很快他們會死 你猜不到陽光是很重要的 但是知道大地的生物都要靠陽光 當然如果你遇到一些情緒的抑鬱 如果你知道是因為生活的壓力的時候 你儘量想辦法克服你所處理的困境 有時候是不同的形式 當然在這個情況 可能需要一些專業的輔導 如果這個是一個臨床上的 即是身體上的問題 例如有時候可能是甲藏線不足 甲藏線低 你這個時候是需要用一些適當的醫療 我們當然很提倡用自然的醫療 始終化學藥的醫療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大家所看到的報紙上 新聞上所報導的自殺的病人 其實大部分人都在用藥 也有種資料顯示 很多時候藥是會令到病者有自殺的行為 所以我們都希望盡量用一些天然的方法 剛才聽了袁先生說 大部分可以歸納到 即是說 我們可能是自己 或者怎樣擦過身邊的人 可能會幻想 因為他們可能突然間 對所有事情都沒有興趣 又很疲倦 他的情緒也都很波動 有時候可能會突然間很開心 或者突然間也會 無端端小事又會在那裡哭起來 都會有的 睡眠的問題 很多時候都會失眠 或者整天都會覺得 好具好具分的都不夠 這樣 胃口上面 又會吃得太多 或者突然間也都厭吃 包括有時候會有頭痛 背痛 消化系統的問題 都會出現出來 在焦慮上面 所有事情都覺得很擔心 會增加焦慮感 在性方面也會減低 因為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到 也會經常會有自殺的傾向 這些就是一些 我們可能要留意一下 有時候他們發現 他們平時的思考能力很差 集中力也要受影響 很多社交平時的社交活動 都沒有興趣 這些是一個很明顯的 情緒低落的症狀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 以上的症狀 亦都可以看到 可能有時候就是 壓力方面 一些情緒上的問題 解決不了 或者是一些長期的病患 令到自己都已經完全幫不了 身體狀況越來越差的時候 都會引致 或者在神經上的傳遞 有些不正常的時候 這些賀爾蒙的失調 或者是太過 例如酒精 用藥物 一些很差的飲食習慣 有時候有些人生了十元仔 產了抑鬱症 也有些人吃了一些 鼻孕藥 荷爾蒙藥 有些人會出現 荷爾蒙的干擾 導致抑鬱 食物的敏感 營養不足 不平衡 有些可能缺乏了 雖然好像有很多食物 但原來可能在營養上 都會出現一些失衡的情況 剛才聽過 可能在北歐的地方 少接觸陽光 不夠陽光 都會導致一個情緒的問題 也有些重金屬的毒害 一些貌菌的增生 或者睡眠質素降低 這些都會是 甚至乎藥物也會影響到情緒的發音 其實藥物是很重要的 例如很多類固醇 抗敏感藥 抗敏感藥 血壓藥 消炎藥 種種藥 甚至乎 有些抗抑鬱藥 本身的副作用會導致抑鬱 很矛盾 所以有很多原因 包括有時有身體本身的病 例如血糖低 貧血 睡眠窒息 有些腎上腺素功能低 還有甲上腺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處理抑鬱症狀 要多方面去了解病人面對的問題 是明白 余醫生 在你的臨床上 我們一向都是採取自然醫療 醫食同源各方面 在食物方面 你有什麼建議給病患者可以採用呢 很明顯 第一線 我就要看一下 過去的飲食方面 營養夠不夠 我發現很多時候 營養不足是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們也在飲食方面 建議盡量改良 食物方面 我們需要一些完整的穀類 梳塞 豆科 因為我知道 原來 福方的碳水化合物 有很多血清素 這些穀類 原整的穀類 是十穀米 五穀米 這類的方面 其他被鬥類 就算是黃豆 雞肉 雞蛋 還有果實 尤其是核酮 對腦是非常出好 還有種子 都是很好的大物質來源 這些都是食物方面 其他呢 譬如魚方面 三文魚 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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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一天吃三次 還有一件事 我們要記住 糖分方面要小心一點 糖分要控制得好一點 不要吃太多糖分的食物 有些人建議少吃一點 一天吃三餐很大 因為這個會令你的血糖 是控制得很難 所以吃少一點 通常我建議都是 我們吃東西 就不需要跟著死板板的 總之我們覺得餓就要吃 就一次就不會吃 不需要吃到很飽 還有一些簡單的 就是那個阿麻子粉 阿麻子 因為它有必須飽和的脂肪酸 阿麻子油 這些都是很簡單的食物工具 嗯 這樣 好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待會再回來 繼續我們的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是抑鬱症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 HEALING.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我們的題目是抑鬱症 余先生剛才在休息前 你提議了我們日常生活可以吃一些食物 那也有沒有一些食物 我們應該要避免 來不會引發抑鬱症 在食物方面 我們首先要留意 會不會有背後的食物敏感 我們通常先看看 平時食物的習慣 我也會建議給別人做食物敏感的測試 但是有一個很簡單的線索就是 通常食物敏感是 那個人是很喜歡吃的 他對某樣東西是很特別的狂吃的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其中食物敏感裡面 小蚊是幾多的 小蚊很多 所以如果遇到一些 對麥菇小蚊是敏感的 很多的菊類都要避免 或者吃一些糾類來代替它們 另外一個就是 盡量戒那些 植物油 白色脂肪 這些很危險的 還有很多的 主要的植物油是一個問題來的 那 咖啡 還有那些精煉的糖 即白糖這些食物 雖然很多人覺得 可以淡選地提一提神 但長遠來說 你這個人還會更加累 有時就說 哎呀不開心 吃些甜食物 是啊 但可能其實 是短瞬間 覺得舒服 但長遠來說 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是啊 其實為什麼呢 這些咖啡因 還有單純的糖 是會令到我們身體的 那些重要的營養 是會幫助我們 即是會減低它 即是會消耗它 所以盡量呢 咖啡因 和精煉的糖分 就不會鬥了 那還有酒精 原來酒精 是一個 導致抑鬱的飲品來的 所以就算是酒 紅酒 啤酒 當然烈酒 都不好的 很多人就是 因為 即是經常借酒消愁 其實是 越喝越越愁 愁上加愁 愁上加愁 所以 有些人已經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是想走人 這種情況之外 我們會 真正正念好治療 在我治療療裏 一直都有這些 好的方法 所以仍然是一個主要的 所以 即是我們食物的不良食物 敏感的食物 是長期令到我們身體的毒素 是慢慢增加的 所以在多時候 我們就是用一些排毒的方法 例如洗腸 咖啡罐腸 這些都是一種排毒 有效的工具 這就是我們要考慮的地方 當然 有些人就會嘗試 食物敏感 就數一個 食物敏感的療程 就是斷食 如果你斷食幾天 至少 你斷食三天 用一些簡單的果汁 或者喝檸檬水 你會發現 情緒好像好些 即是有機會 你的情緒抑鬱 是與食物敏感有關的 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都可以 各方面去處理 在臨床上 因為剛才你也提及過 很多時候 有營養不足 或者失行 那方面 在臨床上 你又會用什麼方法 幫助病人呢? 在治療醫療裏 很多工具 其中有些人 用一種叫做SAME SAME S Adenosymophione 這是安基酸 也有科研研究 發現原來這個SAME SAME 是比較 治療的抑鬱方面 比一般的西藥 爆藥 反而還有效的 其中發現 在加州大行 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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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的人 采用SAME的人 還有52%的人 在吃西藥 是有改善的 即是看到 原來SAME 吃光基酸SAME 效果更好過西藥 所以看到這些全都是臨床的工具 很多時候我們會用很多其他營養素 其中一種叫做5-hydroxy-tryptophan 5-HTP 原來我們發現 用50mg 一日三次 即是空腹食 可以慢慢加到 是100mg 一日三次 原來這個 5-HTP 是一個 血清素 是我們那個 神經傳遞物質 的前身 來的 用這個 就會幫我們身體 增加多一些 所謂開心的學耳夢 那個社會通聯 血清素 同時 我們會 吃個5-HTP 同時吃500mg B-雜 或者B-6 會幫你運用 X5-HTP 會更加有效 另外一個 就是聖藥巷草 大家可能都聽過 在外國做過的研究 聖藥巷草 這個研究 也不是小的研究 是根據23個 這個研究裏面 包括1,700個人 發現聖藥巷草 是對處理的 輕微和中度 輕微和中度的 情緒低落 那個效果 跟那些蜥蜥 是差不多好 差不多好 一樣好 但當然 對那些嚴重的 情緒低落 那個聖藥巷草 是沒有效果 但同時也發現 一般常用的西藥 梳落 都是沒有用的 都是對一些 嚴重的 情緒低落 都是幫不上 除了草藥 我們直接用B雜 B雜用大量 B雜 維他命B 包括維他命B12 葉酸 和B6 原來是對身體 神經傳遞的機制 生存在症很有幫助 通常我們用利底的方法 因為很多年紀大的人 吸收方面有些問題 買一些可以利底服用 或者是含在利底 含在口腔 讓它慢慢溶化 慢慢吸收 另外就是魚油 魚油 大家經常都說過很多 這些DPA DHA 這些魚油 都是幫助我們 改善我們 神經傳遞的 系統的功能 然後就是銀行業 銀行業 不是果仁 而是銀行業 去改善我們 腦袋的血循環 亦都會加強我們的腦 裡面的神經傳遞活動 最後就是大量高等的維他命B 不同的維他命B集 我們公司有一個特別的產品 是在德國研發的 是在加拿大研發的 我們用這個叫做Empower Plant 通常都是有一個很高質素的維他命 在過去有很多問題 就是我們當時去研究營養對情緒的治療的時候 發現很多單一的營養是幫不到的 原因就是這樣 當然有一個堤壩 有很多漏水 因為有很多孔 有四五個孔在流水 所以你看到流水這個問題 但如果你去塞孔 是一個一個塞 即你塞了孔 繼續流 就會擴大其他的天化 但現在的醫療很流行 用一些單獨的方法 因為如果不是單獨 你會怕有其他的因素 你不知道是誰 所以整個慣用 我們叫做還原式的科學官 將很多問題 企圖是單純 簡單成一個因素 一個因素去研究 結果發現無效 我剛才的例子是說 即是等於一個堤壩 它流水 但它不是一個孔流水 它是五六個孔流水 所以你用單一的營養去治療 是否好像無效 其實那個解決方案 就是你不能用單一 即是要多方面的營養素 一起去用得到 才有用的 好了 即是剛才我所說 是一種特別的處方 如果一般的 未使去到醫生的處方的時候 可以讓一般的聽眾 可以用什麼方法來做處理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 有很多不同的安基酸 有Tiroxene 有Triptophan Triptophan 就是一個牛奶裡面的成品 所以很多人 喝一些牛奶 或者朱古力 是 朱古力裡面有這些成品 當然有一個營養素 就是Livium Livium Orotene 有時候比較嚴重 有些醫生都會開這個 還有一個是印度人心 Asparganda 很多人都會用的 Asparganda 即是印度人心 它改善的壓力 和荷爾蒙的平衡 會舒服我們的神經系統 除此之外 我們有一個活腦靈 我們叫做Posphatidate 2 Serine 改善我們的記憶 我發現很多時候 老人家失去了活動的社交興趣 因為它其實是慢慢的失憶 老人癡外的症狀 如果你能夠有方法幫助 他的記憶靈 就是康復 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有時候 用Posphatidate 2 Serine 還有維他麵B 為什麼維他麵D這麼重要 為什麼太陽這麼重要 為什麼我們在 折洋、折洋的北歐地方 有這個問題 有些年紀大的人 其實是原來維他麵D 當然 光本身的頻率 對我們整個人都很好 除此之外 我會用Acetyl-Alcanidine 這都是幫助我們年紀大的人 處理這個問題 除此之外 有些草藥 用Hopps Passiflora Camomar Pappermin Pappermin 薄荷葉 羅馬金谷 這些 啤酒花 Hopps Passiflora 這類的東西 這都是一般傳統西方的草藥 還有就是Avena sativa Avena sativa 有些草藥 我們都叫Oakstraw 一般的草藥 這是一個 我們通常被一些人 神經衰弱 所謂神經衰弱 是一種很簡單的草藥 當然我們要處理 睡覺睡眠的問題 用Cava cover 南美洲的一種植物 一種茶 Cava cover 現在有很多原狀 Valerium 這些工具 其實在自然醫院裏面 有很多工具 除了食物的營養 和草藥都很好 余醫生 你在同類療法 在臨床上 也有30年的歷史 有9個臨床的經驗 如果在同類療劑 同類療法 有什麼療劑可以幫助病人呢? 我曾經在最近 大家都聽到 在報紙報道 有一位年輕人 25歲年輕人 本來一個很開心 文武相傳的男人 最近跳樓 過了身 你看到 他當時應該在三重鐵人賽 報道上 運動也很厲害 在三項鐵人賽裏面 受了傷 頭部受了傷 之後 就幻想了這個 精神 抑鬱病 所有事情 都完全沒有興趣 完全困住自己 在家裏面 結果 相信他也接受了傳統醫療 包括很多藥物 其中的副作用 令人有自殺 即是很搞笑 出現這個問題 於是 我看到這個報道 我就把這個事件 問我的學生 我有一個群組 是一群 讀和療法的學生 我就問他 大概可以想到哪個療劑呢? 對嗎? 那 在 學生的裏面 也有個同學 會提出正確的療劑 即是送我教的 都沒有白費到 那些學生 真的有本事 是醫治這類的問題 好的 我們不如這節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 我們再繼續 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 就是抑鬱症 到時等下 袁醫生再跟學生 討論 給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氯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 生命資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 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三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的題目是抑鬱症 在休息前 袁醫生說到 跟學生討論 如何用同類療劑 處理抑鬱症問題 麻煩袁醫生 幫我們分享一下 在同類療法 我這方面 都有很多 很有趣的個案 我記得有幾年前 有一位 其實是一個醫生朋友 她自己是個醫生 她有個女兒 運動的時候 可能好像撞傷頭 她有個女兒 所以她第一 失憶 連父母也不記得 父母也不記得 但同學老師也不記得 同學老師也不記得 只是記得自己父母 當然她又回不了學 也沒有興趣 媽媽當然很擔心 她經常在家圍著 看著她 大家經常有恐懼 做一些傻事 又睡不到覺 剛才也有提到 症狀 這位女孩子 也是睡不到覺 是的 她可以說 對經濟負擔最大就是這樣 媽媽是一個護士 當時沒有工作 總之她不能做 她去看著女兒 結果她帶了女兒來診所 我看到她的正認 她也是因為頭部受傷 身體整個情緒改變了 那我就用同學療法療劑 其實就將她完全癒好 你自己想想 這種效果 對一個家庭有多大分別 要不然 真的媽媽都做不到 大家只是對一個女孩 沒有很多記憶 什麼都做不到 但一個 又用同學療法 很簡單 一個療劑 將它完全康復回來 其實這一類的症狀 我們一場都有 我記得很多 在加拿大曾經有一次 遇到一個病人 他是拋塵的 他拋塵在眼部 眼右角的拋塵 當然拋塵 而很多人 那種神經痛都很厲害 這個病人在醫院 用了什麼的止痛藥都用完了 他都完全不效 結果來到診所 他拋塵已經康復了 只不過 那種拋塵的神經痛 後遺症 就持續了幾個月 他就跟我說 我痛到我想拿把槍射死自己 結果 我就用一個 和我療法的療劑 黃金 這個療劑 給了他之後 他就康復了 所以我為何要特別 在這裏和大家分享這個案 因為我在報紙 其中有一個題目 他就說 頭部上受傷 是不會導致情緒低落的 這可能是一個西醫的 comment 可以和大家說 這個絕對非常非常之錯 在我們醫療的 疼化的醫療裏面 我們很考慮到 他的成因在哪裏 是否有些 可能是 荷爾蒙 可能產後的問題 可能是根源期 亦都可能是運動創傷 如果創傷 尤其是頭部 有些是專門處理 這一類的問題 頭部創傷 導致抑鬱 我們用哪裏的療劑 所以和我療法 我們的醫療效果 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我們有 根本可以這樣說 有不同的療劑 視乎身體的 不同的情況 我們會配搭不同的療劑 所以很多時候 我覺得 香港人對於自然醫療的認識 以及因為我們那個 政治的因素 那些人是用得到自然醫療的機會 比較少 但是 記住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之有效的工具 那臨床上還有什麼 其實我們有很多工具 在我們公司裏面 我們會有一些 特別的拍打 共振治療 這就是一個拍打的方法 是將我們身體的器官 是產生的共振 可以活化我們的器官 除此之外 我們會用頻率治療 大家都看我們299集 他都已經解釋 是頻率治療 還有一個是微循環的治療 血液的循環 是對我們身體 是很大的幫助的 有時候我們會用 那個體質水療 還有就是香氛 香氛很能力適用的 有很多不同的香氛油 例如肥卷方面 Geranium、Jasmine、Neroe、Bergamon 或者是玫瑰、Elaine、Elaine 其實很多的香氛油 都可以當作一種浸浴的方法 或者是塗在身上 最簡單的 Lavender、芬衣草、Melissa 這些全部都是有些幫助的 除了這個 就是多不同的治療工具 還有一件事 我們都要開始 要學會怎樣去處理那些壓力 是 很多人是遇到不開心的事 情緒的創傷 情緒的失落 導致他焦慮、恐懼 很緊張 有時會去一些教會 或者是相熟好的朋友 開解 其實這些都是非常之非常之重要的 也有些人就知道 如果他是從大自然的 即是一個保持的捷足 去公園行走 或者是一個湖邊 或者是海 香港的地方就好 很多時候有些人 可以去海邊走路 有些人甚至乎 就喜歡 整個家居的家居 買些漂亮的花、茶花 聽些好的音樂 或者是在家居 或者是在公司裏面 都是會有幫助的 還有一件事 當然就是運動 是吧? 很多人喜歡長跑運動 因為發現 在一個長的運動的狀態 身體會產生一些特別的內分泌的 安肌 安多芬 內分泌的安多芬 這就是身體自己做的媽啤 所以很多人喜歡做運動 其中一個社交運動是什麼? 是跳舞 跳舞有群體 還有跳舞的動作 協調 和人身體的接觸 這些都是對一些人來說 這種跳舞的社交 對處理是非常之好的 還有一件事 記住 經常有沒有聽過? 做人為快樂之 是 當有些人發現自己不開心的時候 他會想辦法幫助 比自己更加不開心 或者一樣不開心的人 在這個過程中 幫助別人 他會覺得非常之開心 所以 在醫療方面 有很多方法 用西藥的方法 其實有很多問題 很多人 如果有興趣 就上Youtube 看一個片段 其實不是一個片段 是一個多兩個小時 不過是一個 拍得非常好的紀錄片 名字叫做 The Marketing of Madness Are we all insane? The Marketing of Madness Are we all insane? 可惜這是一個沒有什麼中文字幕 大家不妨上去聽一下 會了解到 為何我們今時今日 有這麼多情緒的問題 我們好像報紙上也有報導 原來香港很多在精神病 情緒病的問題的人 很多年輕的 十五歲到三十幾歲 現在分開了兩個部分 一種就是年長的人士 好像剛才所說 因為很多身體的機能衰退的時候 引致到他們有抑鬱 收藏自己 遠離群眾 各方面 另一方面 就是剛才你所說 那些年輕人 可能受到不同種類的社會上的壓力 讀書 工作 各方面 也有很多負面的消息 所以令到 也有一個一族的人 這些年輕人 患上這個抑鬱症 解不開了 我記得最近也有一個案子 一個年輕女生 可以這麼說 在台灣有一種名詞 形容現在的年輕人 就好像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那一族 即是看起來很漂亮 但不耐耐 很脆弱 這是我們時代的問題 所以我看到報道說 台灣的成員大部份 很多是年輕的 35歲 30多歲 這個問題都頗嚴重 好 我們今天的時間 都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收聽完 這個題目之後 多些去關心身邊的人事 好像剛才醫生就說 做人為快樂之本 或者是將自己的社交圈子 再擴大些去 可以避免了這件事 多謝了 袁醫生今天分享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過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可以打得到 我們可以不及